一段感情入面 一女加兩男 可能注定沒有好結果 新舊男友相遇讓情殺 目擊者說面皮斬了大半 一向是深圳紅燈區的向西邨 前晚9點多 這個被人斬到全身血的男人 衝落樓求救 目擊者形容男人的臉整塊沒有了 不過保安見到都沒有理他 又在場街坊報警 警方到場在一個單位入面 發現一具女屍 旁邊還有一個自殺後陷入昏迷的男人 警方初步調查指兩個男人 分別是女死者的新舊男友 估計是女死者和新兒子在家時 前到穩上門 最後就搞成這樣